因為風真的很大 所以飛機系統有Depat到不正常的狀況 我們就做了結構檢查 做完以後好不容易可以走了 那因為又遇到場站很忙 然後要後退他也說叫我們要等 好不容易等到後退了 問題是組員時間到底 我們就從台北PLA一組組員過去 四點座做NA的去 結果雨田也是大塞車 因為昨天雨田風也大 昨天整個日本很奇怪 所以雨田也是亂七八糟的 結果他們到好不容易到 在雨田又耽擱了一下 所以到了成田的時候 大概就將近十二點左右 最後我們跟他求情 他就說為了公平己見 因為大家都十二點就受風了 所以也不行 就這樣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旅館本來安排好 要送客人出去 海關也下班了 這出不去了 對 沒有辦法出去 因為我跟妳講 日本喔 不像我們台灣這麼有韓星 可是我們跟長官拜託一下 特殊因素 大家都可以抵量 日本就是一百億 沒有辦法 那對於外界說 是不是我們人力太吃緊 然後我們就是把 每一個時間都算得 準準準剛剛好 或是人力都算得很剛好 那為了這個東西 因為昨天大風嘛 所以台北到那個什麼 那個明谷屋 然後又回來 基本上就已經花很多時間了 那因為主員又試了兩次的降落 因為東京是這樣 東京只要試一次降落 他會帶妳很遠 要花很長的時間才可以回來 他不是馬上就可以站回來 是不是本來陳廷要讓我們特權 不是特權 就是讓我們特例 能夠晚上飛 沒有啊 沒有 沒有特例啦 他本來就是說 所有的飛機 他有在考慮說十二點半在關 因為就怕沒辦法處理那麼多飛機 可是陳廷為什麼會有 會有這個curve 最主要是當地居民在抗議噪音 他們壓力其實也很大 所以後來就是他們決定說 只延到十二點 就不延 再多延那個半個小時 就是 本來說OK 後來又不OK 就因為這樣子 就 就這樣 這一次搭聯航 很久以前 你有說過聯航 批評過聯航 說沒有給餐點 或是做的不怎麼樣 那你自己這次搭聯航過去救火 沒有 大家又把你以前 那你去做看看嘛 你不要問我啊 我沒有說聯航 聯航他有他的市場 當然 站在我們這種傳統業者 當然聯航的東西跟我們不一樣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以他那種價位 這樣的服務 也是蠻公道的啊 就什麼都沒有啊 是不是這樣 對啊 所以聯航有聯航 他生存的知道嘛 你不要一直在抓我 譬如說我以前講過什麼 講過一次什麼 就一輩子都這樣子 這樣子怎麼得了 那你要翻就這樣翻不完啊 最後想要問一下 就是對於旅客的賠償 我們最後的拍板是什麼 全部 沒有拍板就是來回 就是都 全部都衛服啦 我們會退錢給 給所有的旅客 不是只有這一段 我們就是當初他去 去日本的那段 也都一併都就是把他弄掉了 我想這個也是業界有史以來 第一次吧 那之後他們在那邊 到底機上待了多久 說被關了八小時 應該沒有到八小時啊 因為後來公餐的時候 是有把門打開啦 只是說因為大家在吃東西 就沒有出去了啦 那有些東西你說 關不關 有些東西 也要考慮到人家日方那邊的要求啦 我們有很多複雜的因素 在那邊考慮 不是說我們要故意 要把人家關在裡面啊 對啊 大家都叫你不要去啊 你還是去啊 然後說說了二十字的對不起 在那邊誠意很足嗎 是 我說了二十字的對不起 我有說那麼多字嗎 我不知道 沒有耶 我是覺得這樣啦 我覺得我這個人就這樣啦 我覺得我們做不好 做錯我們就承認就好了 不用在那邊瞎掰啦 那反正該怎麼賠償 我們就阿薩利啦 也不用在那邊扯東扯西啦 在那邊講那邊講 人家也聽不進去啦 我們自己也是消費者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進我們最大的誠意 跟那個方式把這個事情給解決 當然 有些東西不是錢可以解決的 像他們露宿在那邊 我親眼也看到 其實我也是很不捨啦 可是 我也無可奈何嘛 我們就盡量 在我這邊可以做的 我就盡量做 所以我就跟你講 來回我通通都不收了 這一趟就當做 坐飛機不用錢啦 好不好 你說倒楣也是很倒楣 處理當然也是有一些瑕疵 就是沒有錯 我們會在內部再做檢討 那該我們要承認的 我們就是承認 沒有弄好就是沒有弄好 然後這部分我們是需要改進 我們要好好的來檢討一下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要去加強的 待會坐鎮淘機嗎 等到全部回來你才還是 對啊我現在回公司嘛 對啊因為你在這邊也沒有用啊 對不對 等一下可能我們資金展會到基邊 去質疑一下 新中天新聞網APP上線囉 24小時不間斷提供多元新聞資訊 YouTube中天影音全搬過來 新聞即時推播不漏接 影音隨你訂閱 上架即時通知 個人化收藏 一鍵註冊好簡單 望必任務拿好康 字體大小等你選 AI語音說新聞給你聽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多一點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在這段時間開滿 他很容易會買到 文章圍的程序 看起來很容易會被造成 鬼靈体消音 ember了 好嗎 注意